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筑环境指的是建筑物本身及其室内外设施 交通系统指的是道路及各种交通运输系统 资讯传播包含电子、网路及紧急服务等 没有电梯或是入口有台阶的场所可能会阻碍进出 火车与月台间空隙太大又没有斜坡 或是公车底盘太高可能让使用者无法搭乘交通工具 新闻没有手语或字幕 网站没有语音播放可能会阻碍获得讯息 没有无障碍环境与交通 就可能影响身心障碍者 接受教育、参与休闲娱乐、就业或就医 资讯和传播缺乏可及性格式 常常让身心障碍者没办法自由接收资讯及表达意见 要为各种类别的身心障碍者提供无障碍环境 公司部门都有责任提供适当的协助和辅助 只有障碍的环境、没有障碍的人 尊重彼此差异、多元精彩的社会 你我一起参与